今天來到的這個叫做小義大利 Little Italy 這是位於這個聖地牙哥南邊港口一個小市鎮吧 這個區域呢很特別是說因為早期有很多的漁民 那他們也有不少是義大利的漁民 他們就具體在這個區域裡面漣漪啊或吃飯啊 甚至週日來做禮拜做什麼炸這些東西 慢慢就形成一個特殊的部落 所以也很特別就是說很多義大利美食呢 都會在這邊出現 現在已經變成這個南加州的居民 或者觀光客尋覓歐洲美食的好地方了 來到了 Little Italy 看到這麼多的餐廳到底要選哪一間呢 因為這邊以美食補稱嘛 沒辦法 滿街都是 消費到底不多還是少呢 打開菜單才知道 對於這些新來的菜鳥 我可以給你們建議 因為我看到 Little Italy 這個出貨 它裡面有集結六家蠻道地的地方的餐廳 然後價錢也是很公開透明的 那要吃什麼呢上面也有照片有限制 我覺得這對你來講 第一次到 Little Italy 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強烈建議你們過來走一趟 我們今天講這個東西 它的Made Lobster裡面 它有一個這個東西 它叫Cranch Powder Fries 很有意思 因為Cranch Powder我們知道 蛤蜊濃湯 蛤蜊濃湯 蛤蜊濃湯加這個French Fried 會有什麼滋味呢 老實講我也不太確定 我們先來吃吃看 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 都會用番茄醬來調味 加這個French Fried 那它這個是用蜊濃湯 還有加一點那個Bacon 就是那個 培根 這樣調味的 好吃耶 真的好吃耶 不知道特別在哪裡 它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鹹味而已 它本身還有綜合的海鮮的這個香味 非常香喔 再加上培根的這個口感 這讓這個 簡單的這個薯膠呢 變得更有層次 味道變得很豐富 哇 你看看這個 哇 實在是太好吃了 豬條 的吃法千變萬化 尤其在美國 因為它肉特別多 我建議你們有機會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不同的季節 它調一調味道 真的不一樣 尤其是 培根這種好東西 再加上這個 蛤蜊濃湯 它主要配在一起 很棒耶 浸不下來了 好吃 這個 偷偷的風景 它主要用的原料裡面 有這些 tomato sauce 蕃茄醬 還有 馬大利亞奇斯 還有它這個叫做 意大利帕馬火腿 還有 它再加上 一個 激特成的 香菇 來吃吃看 味道的羊肉 哇 這顏色看起來 非常的紅 而且呢 它這種 隨意大利的披薩 跟美式披薩 真的不太一樣 我們有時候 在戲稱 那個美國的披薩 叫做 Big Bad Ass 因為他們用那個 餅皮都非常的厚 來倡調起來 這個歐洲的披薩 就是薄薄的 味道好壞 考驗就是上面的爬餅 嗯 嗯 我蠻喜歡這個 番茄醬 味道好 濃濃的起司下 這個火腿也很好 一口接一口吃不下來 地方的素材 加上意大利的口味 我覺得這真的有關 所以正宗的 正宗的意大利披薩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不要下次去吃披薩 還是吃什麼 保密的 我們就說 你吃意大利的披薩 那 我們節目 歡迎大家訂閱 我們的Facebook Youtube 還有微博 上面都找到我們